Magic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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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好有一個隊友 他手機沒電了 然後他行動電源沒電 當時我們在操殺 所以他就沒辦法充電 於是我們就 產出了一個idea 他能夠讓人們可以在 沒有插座的地方 也能夠產生電 然後能夠充電到我們手機裡面 於是我們就發明這個 Magic Power 他的原理是利用 特殊設計的軌道 在軌道的上方 跟下方 放置磁鐵 利用同級相似 跟異級相似的原理 帶動軌道中的磁性液體 去流動 然後軌道中 它裡面會放有壓電片 磁性液體流動的時候 會撞擊壓電片 然後產生形變 再產生電壓 最後我們收集這些電壓 先暫時存存到鋰電池 然後再由鋰電池去輸出 穩定的電源到我們電池 那如果希望將來測試 可以產生穩定的電壓 那就可以不需要離電池 直接輸出就可以了 一開始我們只是想 發明一個行動電源 它能夠讓人們 在沒有插座的地方充電 但後來發現它可以 不只是一個行動電源 還可以是一個新型式的電池 電池這種東西 已經好幾十年沒有突破式的創新 如果它將來發明成功的話 可以產生不夠大的電壓 那它可以是除了太陽能 風力、水力、發電以外 另一個可以利用環保的方式 產生電壓的東西 那如果也可以把它耐敏化 縮小 那它也可以取代 鋰電裡的電池 將來也希望可以放到 更多其他小型的電子產品上 那希望它可以在將來 能夠取代廢電池 幫助地球更美好 我們請參觀一下 我們 remot進 hockey 好的 我們将其他小型的電池 隨興將會進一 disagree 我想請教學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